斗魄之无赏之境 第362集 萧炎笑了 我用的丹药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炼制的 从来没去买过什么高级丹药 那材料稀罕吗 我是说浑天丹 混沌不灭 用七级的眼神看着萧炎 还好吧 除了浑天果不好找以外 别的材料都不难找 萧炎这个时候 大致清楚混沌不灭在想什么了 能快速恢复其血脉之力的丹药 混沌不灭不心动才怪呢 靠 浑天果 最难找的药材 是浑天果 浑沌不灭激动得嘴都张大了 是啊 浑天果 其实也不是太难找 我委托商盟在全大陆收购 偶尔能买到一些 无非是价钱高点 说到这里 萧炎问了句 哎 混沌兄是不是觉得浑天丹 能快速恢复你的血脉之力 特别重义 想要几颗呀 激动中的混沌不灭 这时哪里还跟萧炎客气 他一个劲地指点头 嗯 见混沌不灭这么激动 萧炎笑笑 然后站起身 从那戒中拿出五颗魂天丹 递给混沌不灭 谁知混沌不灭并没有接 萧炎以为混沌不灭还在激动中呢 又递了一次 可混沌不灭 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萧炎 还是没有接 萧炎纳闷了 嗯 混沌兄 怒龙龙翼静无尘 也坐起身来 看着混沌不灭 混沌不灭嘴张了又闭 闭了又张 犹豫了半天 才想起什么似的 从那戒中往外拿东西 一把一把的果子 被他放在地上 足足拿了十几把 他才说了句 没了 看着地上堆成一堆的果子 萧炎的眼中冒着金光 炼药师看见 稀罕药材的那种光 混天果 这么多 你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呀 混沌不灭黑黑一笑 混天果 对你们来说可能很稀罕 可对我们魔兽家族来说 它就是平时吃的水果 我们住的地方长着不少呢 这次带的被我吃了不少 不然更多 我靠 被你当水果吃 萧炎不淡定了 稀罕的药材 竟是人家平时吃着玩的水果 任谁也没法淡定啊 混沌不灭 继续黑黑笑着 这些果子 既然是炼制魂天丹的稀罕药药材 你就都拿去吧 萧炎 跟你商量个事啊 这个魂天丹呢 对我们魔兽家族来说 怎么说呢 很重要 对 很重要 恐怕比一些七品八品的丹药 还要珍贵 所以 你能不能帮我们炼制一批魂天丹呢 大约一百来颗吧 魂天果如果不够的话 我除了换净再给你 要多少给多少 一百颗 萧炎有些犹豫 倒不是炼制一百颗魂天丹 有多费事 而是在萧炎看来 这魂天丹 是在关键时刻 能改变力量对比的一种丹药 正如刚才他们对战 一百五十余位 众妖族精英一样 他从来没想过 让魂天丹大量流出去 剑混沌不灭 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答复 萧炎的语气 有些委婉 嗯 混沌兄啊 如果是你自己需要 那没说的 你需要多少 我帮你炼制多少 可你 哪里用得了一百颗呀 听萧炎这样说 混沌不灭 明白了萧炎的意思 但还是没有放弃 哦 我知道 量大了一点 也猜到你担心什么了 嗯 怎么说呢 刚才我说了 这个魂天丹对我们魔兽家族来说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魔兽家族虽然强大 但却人丁不忘 谁也不敢保证未来不会衰落 然后被哪个超级势力寄予 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 这一百颗魂天丹呢 就会是我们魔兽家族的一张底牌呀 换句话说 这些魂天丹将是我们魔兽家族的一个战略储备 明白了 哦 这样啊 萧炎在考虑 混沌不灭有点着急了 哎呀 不是这样你以为是哪样啊 啊 你莫非以为我魔兽家族会用来进攻哪个大势力 这样吧 炼制这批魂天丹需要多少费用 你说个价 说个价 什么价啊 萧炎一愣 但马上就反应了过来 嘿 混沌不灭你什么意思呀 这魂天丹我从来不卖的 要么我不答应你 我只要答应你 就不会要你一分钱 哦 我萧炎给自己兄弟炼制一点丹药 还要收费 你这是在骂我呢 还是打算以后把这事说出去 坏我名声呢 哎呀 你误会了 哎 妈的 老子嘴笨 怎么说呢 这是给家族买的 不是我自己用的 然后他学着怒龙的口吻 要是我自己用的 你想收我的钱 没叫你倒贴 那就很够朋友了 被混沌不灭这样一说 本来有些生气的消炎 一下子就笑了 怒龙 龙翼静无尘都笑了 连混沌不灭自己也笑了 怒龙在旁边忍不住打去 哎 混沌不灭呀 你没事学我说话干嘛啊 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说话 对萧炎很惯用啊 哎 去去去 没你的事 不好好躺着多什么嘴 说完 混沌不灭又开始从那界里拿东西出来 一边拿还一边说 哎呦 差点忘了 这炼药我不懂啊 但我知道需要磨合是吧 然后众人就看见 一个一个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磨合 被混沌不灭 从那界中扔了出来 全是五星的 扔了一地 扔完 混沌不灭很抱歉地对萧炎开口 不好意思啊萧炎 我知道炼制四品丹药 需要的是四星磨合 可我只有五星的 你就拿这些五星的去换四星的吧 一个应该能换不少呢 萧炎一口气差点没差掉 拿五星磨合去换四星磨合 不是傻子 那就一定是疯子 能换再多呢也不换呢 定了定神 萧炎将五颗魂天丹递给混沌不灭 然后把一堆魂天果和一堆磨合收进了那界 对混沌不灭说 行 我出幻境后就帮你炼制 费用嘛 钱我不需要 你给我一些高级磨合吧 越高级越好 数量你看着办 混沌不灭在萧炎将魂天果和磨合收进那界时 脸上就已经展开了收不住的笑 他连忙点头 谢谢你啊萧炎 没想到这次静换静 竟然还能有这样的收获 对了 之前你说魂天丹的虚弱时间不长 这不长是多长啊 哦 半个时辰吧 半个时辰 混沌不灭惊住了 半个时辰 怒龙腾得站起来 可马上就跌坐了下去 半个时辰 静无尘赶紧扶起怒龙 嘴张得老大 看着震惊的怒龙 他意识到 这对怒龙意味着什么了 怒龙在静无尘的搀扶下坐了起来 大喘了几口气 才嚷嚷起来 小眼呢 我不管啊 你得给我也炼制一些 魂天果 你找混沌不灭 可还没嚷嚷完 他就因扯动了伤势 疼得嘴角一阵抽搐 引得众人大笑 萧嫣赶紧走过去 扶着怒龙躺下 你能授话 还要魂天丹干什么 一听萧嫣这话 怒龙蹭的又坐了起来 嘴角也不抽搐了 那能一样吗 虽说魂天丹对我攻击的增幅 肯定不如我的授话 但是他只有半个时辰的虚弱 我这授话之后要虚弱好几天呢 萧嫣见怒龙眼巴巴的看着自己 哪会拒绝呀 他从那界中 拿出了五颗魂天丹 递给怒龙 魂天丹吧 我也没炼制太多 现在有了混沌不灭给的魂天果 出幻境我就再炼制一些 怒龙 你是自己用啊 那再给你十颗够了吧 够了够了 你当我把魂天丹当零食吃呢 再说了 这不够 还可以再找你要吗 嘿嘿嘿 拿着魂天丹 怒龙是异常开心 又兴奋又好奇 哎 萧嫣哪 除了这魂天丹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可以提升攻击的丹药 被怒龙这样一问 萧嫣似乎想起了什么 从那界中 拿出两种各六颗丹药来 分给怒龙混沌不灭和静无尘 提升攻击力的没了 这个呢 是护体丹 能瞬间在身体周围 形成一道护罩 加强防御 这个呢 是疾风丹 能瞬间加快速度 等我们恢复好 去杀子新龟的时候 也许用得着 不过吧 这疾风丹最好用不着 那是打不过 逃命的时候用的 好了 现在我们抓紧时间恢复吧 杀子新龟 那也是一场恶战呢 一转眼 几天过去了 清晨的阳光 洒在荒原上 就像给大地 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金粉 我恢复好了 最后一个恢复好的怒龙 站了起来 感受着身上使不完的劲 就等你了 好了 我们这就出发 去杀了那头 六星巅峰的子新龟 我们耽搁了几天 还不知道 有没有被人结足先登呢 说完 萧炎身形一动 掠上了密林上空 众人纷纷跟上 五道身影在空中 绝尘而去 一路全速 没多久 五人便到了 子新龟所在的 那道峡谷口 再次踏足这里 萧炎望着裂缝游存 山石摇摇欲坠的崖壁 想起上一次的落荒而逃 思绪起伏 子新龟 我又来了 为了我萧族的崛起 这次我带齐了人 来杀你来了 怎么了 子新龟被人杀了 混沌不灭 见萧炎诗神 有些疑问 啊 是有人来过 不过 萧炎仔细打量了一下 峡谷中新增的打斗痕迹 摇了摇头 来者实力不强 应该是煞雨而归 或者全军覆没了 哦 那太好了 一路上都在为子新龟 是不是已被人 抢先杀掉的龙翼 与静无尘 欢呼起来 那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进去 杀了他 堪称五星之下 最强的五人小队 在笑声中 踏入了峡谷 走进了峡谷深处 入目所见 前方崖壁 古松聪裕 云雾飘渺 笔之外面更显灵袖 只是崖壁上 一个巨大的洞穴 就如一张要吞噬万物的大嘴 将此灵袖之美 破坏无遗 奇怪呀 上次此寿 闻声极动 怎么这次 我们都到他的巢穴前了 他还没有半点动静 萧炎大感诧异 哪里是什么闻声极动啊 小兄 你不会忘了 上次我们打斗的动静 有多大吧 是我们这次 如闲庭信部般进来 能比的吗 静无尘连忙提醒 那倒是 我的灵魂之力探测到 子欣归正在沉睡 不过 他似乎已经有了 苏醒的迹象 那我们就帮他一把 让他醒得更快一些 怒龙突然仰天 发出一声怒吼 吼声震耳欲聋 如震震风雷之响 在山谷中回荡 回应怒龙的 是一声暴怒的吼声 随后 一道黑影 从洞穴中窜了出来 悬浮在半空 盯着萧炎众人 喉咙中 不时传出 震震低沉的闷响 此子心归 如萧炎所说 身披厚重 如鲸铁的龟甲 四肢粗如晴天大柱 三个粗大的头 颜色各不相同 显得猙獰无比 哎哟 听萧炎形容的时候 还没觉得什么 现在看到 老子才觉得 怒龙叹了口气 哎 这子心归 真他娘的太丑了 怒龙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表情当场凝固 恶然相顾间 不由地苦笑 面对一个六星巅峰的魔兽 居然敢当面评论 其长相丑陋 这怒龙也实在是太彪悍了点 第一次 跟这个一会儿 翻译 一筷 三个月 原谅 刘 一筷 一筷